下属浅绩效低 越过我早上级 上级很生气 我怎么办 第一个原则 我们在职场那个原则 我们要知道 就是这个员工是可以 越级投赎 但是员工不可以 越级汇报工作 但是领导可以越级检查 但是不可以越级指挥工作 这个原则我们知道了 领导是有权可以越级 但是不是工作 而是一个是检查 员工应该可以越级 是投赎 从你的问题当中 应该是员工投赎 我认为是他的权利 是可以的 因为他想绩效低 是的回事吧 那你说他娘的 说的是不是真的 那是你的事 你有没有办你的绩效管理 包括你内部的员工情况 尽可能做到客观 而且及时给领导汇报 如果你要做到这个 你就很主动 如果你没做到 他嫌汇报 这事你就很被动 是这回事吧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 你们做管理 有些大事 你比如内部的制度的建设 考核 包括每个月的员工的评估情况 你尽可能的主动 要给领导汇报一下 如果这事你不汇报 他先汇报 你将会非常被动 所以我的观点 你有错就承认错误 那时候没有错 没有错要承认错误 为什么 你没有及时给领导汇报 这个工作一定要及时回报 及时反馈的 它形成一个闭环 领导给你往下安排工作 你都得往上回报工作 对吧 往上回报工作的时候 你给领导做反思 做总结 然后有些问题做警教 然后领导再帮你指导一下 你再继续做工作 它是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个闭环 对吧 你别搞一头猪似的 然后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 领导安排的什么工作都没反馈 他会非常恼火的 他不但恼火的 实验上的心里会发毛的 这事你如果干的怎么样 你是不是给我搞砸了 没告诉过 你是不是关键说给我掉链子 所以这是你们一定要的 领导最怕的就是 安排的工作没有信 弄弄都没声音了 好了这些具体我就不说了 具体的话你们再好好学习管理 如果是你们中层管理者 就是部门负责人 你看看泰山管理学院的那个MDP课程 就是中层管理者课程 这个只有线下没有线上 如果是你们是老板的话 高层管理者就好好学习 那个线上的MBA课程 这是管理啊 这是管理我们基本都要知道的 我们用太多的人是撞个头过血流 并且开了好几次 这连管理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 就像有太多的做人 要知道基本的常识 碰到任何事先搞明白是真假 对吧 你再搞明白是非 然后再根据你的喜好判断 好坏你喜欢不喜欢 是这回事吧 我们太多的鸟人 你会问 不管碰到事先本能从立场 这事是西方的 你让我不喜欢 奶奶你这么不说 马克思也是西方的 你敢说 你敢说马克思西方的 你不喜欢 你不作实吗 你不神经病吗 所以太多人那么误恼 所以这就是他 基本常识不对 包括做管理也是一样的事 比如你做员工 也一样的事 领导给你安排工作 你要及时汇报工作 在太阳王宣 我有两句话 基本上太阳王宣都知道 小事不过天 小事一天之内 你必须不汇报 其实戏话是四个小时 大事不过周 大事一周之内 你必须汇报 这是没有什么个商量的 你要不汇报很简单 你罚钱罚得很厉害 多的时候罚他们好几万 你们有机会去太阳王宣 参观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好吧 所以这些基本的原则 你们都要知道 这些叫管理的常识 就不需要我说了 就是在职场中 你不是个管理人 你就是个员工 也要知道的 刚才我说 那个小事不过天 大事不过周 很多细节的事都要知道 包括及时回复 包括电话不能响铃 不能超过几声 这些不用我多说各位 好吧 嗯 嗯